阿凡達 水之道 大家好 我是三百屆 今集想和大家聊一下 作為影音愛好者必定要看的電影 阿凡達續集《水之道》 而我本人就看了兩次 為什麼要看兩次呢 是不是一部電影特別好看 還是一部電影太難明 如果想知道為什麼的朋友 千萬不要走開 今集節目不會有任何劇透 主要目的就是分享我對 阿凡達 水之道 這兩次的觀影經驗 本來我就想選 Iceware那間 但是由於它剩下來 我選到一個位置 即是最左邊或最右邊 不得正宗 所以我選回K11 由於我即日買票的關係 看Floar Plan 就比較前一點的位置 但是進到戲院去看 位置實際上又不是真的那麼前 坐在這裡 眼睛離開螢幕視距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 你要沉浸式體驗 即是那個幕 要Cover你的視野 甚至是超出你的視野一點 他真的拍來放IMAX 那些導演不會這麼玩 把重要的東西放在邊位 那些邊位是用來營造你沉浸式的體驗 這個位置不是完美 我下次也會買這個 不是 我下次會買 後兩三個再看一看 因為始終這個位置設計上 都是屬於稍前的位置 你對眼水平看下去 銀幕的時候 都會在銀幕中間較為下的地方 所以看的時候 我就會坐得比較低一點 個人偏低一點看下去 水平視野就會中到銀幕中間左右的位置 看了三個小時 至少看完我不會覺得這條頸 辛苦不舒服 畫質方面又怎樣呢 顏色 我個人覺得偏淡的 不應該這麼淡的出戲 第二 光暗位 由於IMAX的Projector 是沒有HDR的 但是他嘗試用3D效果 去營造關於光的感覺 什麼情況最容易見到呢 你看到這齣戲也有很多背光位 畫面的主角在你前面 太陽在後面的情況 而還有一些情況 就是海底看上去 有些光射下來 那類 耶穌光 整體3D效果又怎樣呢 我個人覺得就是平淡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個人問題 因為我沒聽過人 去IMAX 3D看阿凡達 他覺得不3D 可能我是第一個 或者全香港只有我一個 或者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是要他 哇 拳拳到肉打我 這樣 打出來 我只是玩景深 我今次已經嘗試去看他的景深 但是我真的看不到 可能我的眼睛有問題 例如 騎那些飛龍 衝到懸崖的地方 應該有一種離心的感覺 但真的沒有 我一直在想 會不會坐得太前 所以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呢 又不是 因為正片之前 有一個IMAX的Animation 的Sequence 5、4、3、2、1 這樣彈出來 那段是很棒 其實每次看都很棒 加上今次坐得更前 那種沉浸式體驗很好 但一落到正片就掉了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有看這個節目 應該知道我個人是3D電影愛好者 在家裡用電視機 用投影機 他給了一個理想的3D體驗給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戲院我永遠都拿不到那種體驗 這部電影另一個賣點 就是High Frame Rate 那是什麼呢 一般電影就是1秒24格 這部電影就用到1秒48格 但是用得比較特別 大部分一般文氣為主 就是24格 只是去到一些比較大動態 動動得多 很多Motion的片段 他就會選用48格 整體的感覺是暢順的 其實我不是太察覺到分別 第一 我最怕High Frame Rate 就是搞到好像在看電視劇 Soak Opera Effect 就是過度smover的Motion 那幸好他沒有 而且他是用48格 他不是用60格 也不是用120格 李安曾經做過出戲用120格 但是你要看120格 你是很難的 因為全世界不是很多戲院 是支持到120格的 可能也是這個原因 James Cameron 我只是可以搞到48格 我覺得48格和24格雖然是雙倍了 但是在這齣戲的表現給我的感覺 是自然的 不會令我覺得很突然 其實我進去戲院之前 我已經忘記了這個功能 直至我看到 有一幕 是一幕 突然間我覺得 為何會有少少 脫尾 有點像 24格那種 視角停留的 現象 察覺到 我看到這樣 我就突然想起 咦 這齣戲是48格的 我跟著就比較 聚精會神去看 由24格轉48格 我覺得也是 整個Smooth的 整個Transition 也沒有我剛才所說的 Soap Operator Effect 所以 那一刻 Klick 令我 Alert到這件事 我懷疑它是由48格轉24格 我不敢說它轉得不好 是不知為何 那一刻我看到 因為跟著我 是見不到這些情況發生的 聲音部分 IMAX Theatre 是正在行 Channel Base 以一個聲道為基礎的音樂系統 阿凡達這齣戲 聽出來的感覺 是開心的 聲音Separation 是做得好 特別是左右的移動做得好 另外就是環繞聲 我覺得也是到位的 最吸引我的地方 都是IMAX的低音部分 這齣戲是絕對發揮到 這套系統 低頻的力量 那個衝擊力 但是 無論如何都沒有完美 因為它不是一個object base 它不是一個3D音效格式 所以始終你都失去了 天空聲道的聲音 特別我們現在 玩開 無論你是砌機也好 你是Soundbar也好 這套聲音 是缺少的 在IMAX裡面 那套系好不好看呢 我個人覺得是 一看無防那種 特別你是進去看 是看技術 多於看故事 因為故事就真的十分簡單 格局我略嫌小了些 第一集的格局是大的 Pandora星球的原住民 對抗白人入侵 其實是在說白人入侵 大家都應該知道 這些政治正確事情 今集這些政治正確事情 繼續延伸到續集 但續集的格局 我覺得真的太小了 在說一個family 上集的大一角 思想直入了下去 阿凡達巨人 再重現反派 接著這套戲就是 反派 一直追殺這家人 既然這套戲 就一般 為何我第二天 又走到另一間戲院再看一次呢 答案就是 IMAX的經驗滿足不了我 所以我第二冊就選了一間 有Dolby Atmos 的戲院 這間戲院就不是一些超迷來的戲院 你看過Floor Plan 都屬於一個 我叫做大的 現在這些戲院叫大的 至少你會見到它 試試正正的 整個格局不是鬼鬼祟祟的 這些就鬼鬼祟祟了 所以這間戲院我是滿意的 那我就買了 是屬於中間的位置 我都曾經走前過去 前面的部分 最後一行 我坐在這裡看了一會 我又覺得 真的太淺 不是說我的眼睛跟鏡頭的距離 這個距離我接受得到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由於一般的戲院 它的銀幕不是頂天立地 它是離開地面 我要更加兇高的頭看 我覺得就真的比較吃力 所以我最後就回到最初的位置看了 3D感覺是怎樣呢 就出乎意料之外 它是好過我在IMAX裡面的3D體驗 要突出的地方都有 當然James Cameron 不是那麼強調突出的 你會見到 例如女主角 拉弓射箭 那支箭都是會 推出螢光幕的 但當然 它不是玩這種 gimmick 它主要是玩景深 但這裏也是我比較失望的地方 無論是IMAX 3D或者現在這個3D screen來算 景深不是去到我認為的那種深度 那還有什麼挺好玩的 在3D裡面 其中一樣 剛才也說過的就是 用3D技術去呈現光的效果和質感 另外一度我覺得做得不錯 就是沉浸式體驗 有一定的鏡頭是在水平面附近拍的 即是畫面有一部分就在水面上面 而另一部分就在水面下面 但是水平面是會浮動的 那你就變成了人 好像在水平面附近 或者在游水的視角看出去 加上3D效果 那是一個挺有趣的經驗 色水方面 是更加鮮艷過在IMAX影院 例如在水底那種藍色的表現 IMAX給我感覺是很doubt 是很washed out 但是回到這裡就正常了 角膜小了 光亮度也比IMAX高一點 不是說光高很多 不是說IMAX的暗到七彩 IMAX那個是正常的 你不會覺得它暗 但是如果相比之下 我喜歡這個screen出來的顏色 每一間戲院都有它的長處 現在在畫面上 某程度上它都贏了IMAX 不過 講到沉浸式體驗 IMAX一定會贏 因為它的screen夠大 如果你問我三八街 如果只是看一次阿凡達 在香港來算 應該去哪裡看呢 我仍然叫大家去分 IMAX 3D裡看 除非你好像我這樣 二刷 才考慮去找一間有Dolby Amos的戲院 聲音部分 沒得談 差不多可以說是壓倒勝地 贏了IMAX 除了低頻 大家兩邊的低頻 你可以說是不相伯仲 我比較喜歡IMAX低頻的presentation 但是如果你說到整體環繞聲 特別是有天空聲道加持之下 IMAX真是 尾燈都看不到 因為有天空聲道 所以有多長 如果有下雨的環境 你會聽到你是好像置身在一個雨景裡面 IMAX是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繼續讓我思考究竟 什麼叫最好的影院呢 經過我又去完日本大阪的Dolby Cinema IMAX就看過很多次 最好最平均的感覺 應該是在Dolby Cinema 但是IMAX有這個沉浸式的體驗 那個超級大的畫面 絕對是贏過Dolby Cinema 所以基本上這個世界沒有完美 那我會不會看第三次呢 現在你這一刻問我的答案應該是不會 因為出戲不值得我看第三次 甚至嚴格來說第二次都不值得 因為出戲真的很平庸 沒有必要拍到這麼長 當然拍到這麼長 可能是商業考慮 因為拍得長 他收得你貴一點 便容易打破票房 就算你問我 我都會跟你回答 一定要看 特別如果影音愛好者 就更加要看 因為這齣戲理論上 影音去到一個挺高的高度 那麼我們看完 無論你去IMAX看完之後 甚至好像我這樣去看 Dolby Atmos 盡量記下在這些觀影經驗裡面 例如畫面的質素 色彩是怎樣 特別是它的音效 給你的感覺是怎樣 那麼到時出碟的時候 你就有得比較 我是三巴佳 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記得在下面comment like share 有你們的支持 還有拍片的動力 還未訂閱的 記得可以免費訂閱補音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節目的時候 就會通知給大家聽 希望下一條影片再見到大家 拜拜